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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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林鄉第一任鄉長你知道嗎 他不是採訪 他是實證人誰啊 那個鄉長的那個歷史 可是秀林鄉不知道第一任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不知道去問誰耶 誰可以問 有沒有推薦 你看 現在在秀林那個第一任鄉長不是嗎 對 你也拎的話 忘記了 還有誰會知道 這個是要問秀林的人才知道 你有沒有聽說過那個 林明勇被槍斃的那個山上是在哪裡 我沒有聽過槍斃耶 那個林國蘭的爸爸他不是被槍斃嗎 去外面 去外面 去外面玩 我都沒有忘記了 我都沒有聽過 去外面玩 我所記得是他當鄉長很好 那怎麼樣好啊 他怎麼樣很照顧我們那個秀林鄉的那個什麼村民啊 以前他為什麼在山上自殺 他不知道有沒有秀林鄉 我所聽的秀林鄉 可是我沒有去看 林明好像是當官派鄉長的 對第一任的官派鄉長 然後他們原本在住在水源 後來就是國民政府給他們一棟宿舍在秀林 所以他們就搬過去了 他的小孩子後來就在秀林鄉 秀林鄉 就在秀林鄉 這樣 我所有的看法啊 因為你講的這件事 我完全沒聽過 完全不知道 對 我完全沒聽過 因為 你說不管秀林鄉還是萬用鄉 是 其實他們的 他們的歷史 就是他們當初的一些記載 非常少 非常非常的薄弱 你講的事情可能因為 針對他單獨的一個人 到底 我們有沒有他的資料 有沒有可能就是搜尋大 不可能 林鄉永家就是當時的第一任的鄉長 是這樣買的 那這個鄉長都是官派的 是這樣 是這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安全是低啊 保密黃點 人人有責 所以在這個架構裡面 有很多人是被犧牲的 有的可能是惡意的 有的可能是政治立場不同 或是說私人恩怨 公報私仇 有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林鄉永家就是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到底是怎麼樣原因而被陷害 這個要問他們的後代才比較清楚 是嗎 我不用了 是我母親